今年的獎牌,希望誰有機會 大家知道是否慈禧隊運動員 我也寫了很多 你說的是李維斯 昨晚寫的 你說的是李維斯跳馬嗎 不是,李維斯就是單車人 跳馬的我剛剛忘了他的名字 石仔… 因為我知道他跳世界賽 已經拿到穩拿頭衫 金牌 已經很穩固 如果有人說他發揮正常 三甲走不掉,比西江跳 然後又是李維斯 對… 我們最熟悉的金牌 其實他在2012年倫敦奧運 那次也表現得很好 那次拿了銅牌 不過好像有一段時間 是否出現了一點意外 他參加了兩項目,叫海林賽 海林賽有一個名字叫勁輪賽 在日本,這個賽事是賭博的 對,賭博的在日本 即是有投注的 你說上一屆是他出事 出意外就在上一屆這個項目 2012年拿了銅牌 另一個是爭鮮賽 爭鮮賽只是一對兩個隊 對,追著他 很快 對,找我好看 所以李維斯,我覺得這屆 他爭鮮賽一定有機會 那你有哪個對手 跟他爭鮮最厲害的? 德國,德國 之前跟他爭鮮的就是旅景 出現了交通業務 出現了,沒錯 對… 現在德國有一個… 新進 稍為年輕一點 但怕不怕? 上一次他拿牌是八年前 會否是體能上有些客人 我覺得不怕,因為… 經驗老到 為何這麼有信心,說不怕? 因為五月份,有個世界杯賽 長者單車賽在香港做 我們是直播 將軍澳 沒錯… 他的壯大相好 必告不得了 他是爭鮮賽 他很有信心,就是爭鮮賽 他拿了金牌,贏了 海林賽,其實有機會爭争金 不過我很明顯發覺 他到了最後… 是不是留意? 我覺得是,不用給你們看 他最後收了少許 所以他好像拿銀牌而已 我覺得它在水平上已經是超水平 這麼厲害? 所以海林賽也有變數 海林賽的變數是車多 可以撞了 一撞到就完蛋了 沒錯 走過車 沒錯 你進入了房間時很難交 而且要打一些策略 對 有時候隊友會幫你檢查 對… 舉例,兩個同國家的車手進來 可能會夾你 一定會夾 但是這樣,爭先出去一對一 這樣就不同了 踩上去,真實力 實力比平 你知不知道李維斯的大腿 25吋 以為25吋 千萬不要被他踩一腳 是 穿心腿 好像是引擎 最厲害的,大家留意 他一出彎,最後一個彎 接著就入直路 變速一爆 他在彎,就在彎爬過你 內線、外線都爬過你 散氣加速 所以李維斯,我覺得這一屆… 當然…有意外就不會說了 一定有牌 是,分分鐘撈兩個 撈朗金就有型 我很有信心 李維斯,我真的很有信心